坚定的相信 这种真诚和友谊 还会永远传下去 让他们的下一代 下下一代 永远享受朋友的光芒 可他们没有想到 这种友谊 只延续了一代 而他们这一代 却是你死我活的厮杀 喂 十八团 请问哪位 上欧阳村听电话 师座 卑职是副官王左右 欧阳团长刚刚离开 赵参谱长的女儿 请她过生日 她去喝生日酒了 立刻同志欧阳村 我有重要的事要见她 要快 谢谢欧阳伯伯伯 谢谢徐叔叔 谢谢大满哥哥 小满姐姐 还有古语姐姐 没有了 你知道你最应该感谢的人是谁吗 你爸爸妈妈 没有他们 哪有这么漂亮的小姐公主啊 对了 金哲怎么没来啊 金哲已经打过电话回来了 本来想请假 回来给她妹妹过生日 我没应 军校嘛 就要纪律严名才行 为了一点小事就请假回来 影响多不好 进了军校呢就是军人 军人应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 就是一定要服从军令 喂 你好 请帮我接风领十八团的赵参谋长家 是吗 谢谢 小学姐电话呀 你可都犯错误了 别在那儿 站住 别跑 当兵有什么好的 金哲的学习成绩 那可是军领中学最好的 完全可以考验经啊 复旦啊 当兵怎么了 纵横疆场麻个果实 没有我们军人 哪有你拿闻日子呀 你要不是女孩子 我早把你送进军校 博洋伯伯 你从小就了解我 我一直都没有跟女孩子那样 我想上军校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送军校去 不是 坐下 坐下 怎么了 在博洋伯伯面前 怎么这么放肆啊 博洋伯伯 对不起啊 师叔叔 你别生气啊 我觉得谷语没有别的意思 咱都知道 他从小不就这样吧 女人身 男人质 是吧 师叔叔 我求您了 您赶紧让顾语嫁给我哥吧 小马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嘴给你封起来 我说错了吗 反正你迟早就要进我们欧阳家的门 当我的小嫂子 还说是吧 没呀 赶紧就找真相来 我把她嘴给缝上 顾语 顾语 快点 慢点 没有关系 你没关系 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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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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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一定要是惊喆打来的 我去接 来 来来来 去飞 喂 哥 我是小雪 欧阳团长在吗 请欧阳团长寄电话 欧阳伯伯 找您的 找我的 我是欧阳尊 团长 我是王左右 王副官 什么事 是这样 师座有重要的事情 请你立刻回团部 好 我马上回来 青山 南北 我恐怕不能陪你们热闹了 容书上叫我回去 是呗 是呗 大厨 师座到了吗 到了 在会议室等你 老高 进来 师座 出去 把门关上 是 坐下 不错记录 听着就是 被罚以来 共产党越来越嚣张把握 大有跟国民政府争夺天下之意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上面的意思是 清党 让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在这片土地上彻底地消失 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空间 也不该留下 蒋总司令之事 宁可错杀一千 也绝不会放过一个 据我所知 你们十八团的内部 就有共产党 您这话言重了吧 我已经查清楚了 你的参谋长赵青山就是共产党 他的夫人韩梅也是共产党 这些都是附在水面上的 谁还敢保证 你十八团的内部 还有没有深水炸弹 新闻的东西 金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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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精城 到 出来 把他给我抓起来 报告教官 我今天确实进过值班室 我也确实用过电话 因为今天是我妹妹的生日 我想祝她生日快乐 你不知道上任值班室 是毁反销毁的吗 谁知道 关锦闭一夜 默契学研条例五百遍 五百遍 是有点少啊 那就再加五百个佛城 默契 我知道赵青山是你的老朋友 一起上军校 一起参加北伐 但是 我希望你不要是一个 循私王法的人 在大是大非面前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我负责命令 但愿你言出必行 老弟 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 今天晚上十二天开始行动 不得有任何绅士 刘连长 到 失座 为了防止走路丰盛 今天晚上的行动 就不动用你十八团的人了 这件事情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连连长 带上一个派 请从不应团长的指挥 完成任务以后 立刻向我报告 是 是 乌养老弟 我就静候加音了 赵青山 哪位 赵青山 哪位 是我 是欧阳熊啊 打扰你休息了吧 有事吗 也没什么大事 今天没有给小雪逛好生日 孩子生气了 这怎么会呢 公务在山嘛 没关系的 那没有就好 那 替我跟孩子们说声对不起 不打扰 早点休息 谁的电话 秦深 想什么呢 问你谁的电话 是欧阳熊打来的 我怎么觉着 不太对劲呢 他好像 有什么事情要开口 但又迟迟没有说 这不像他一贯的风格 是和容师长到风铃有关 容师长此番先生风铃 神神秘密的单独召见团长一人 一定是有什么大的行动 你是说北方大劫之后 有人要和我们翻脸 孙中山提出的联额联工 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众所皆知 就算有人想撕破脸面 也未必敢明火之杖的 逆流耳洞吧 江总司令 翻脸比翻数还快 这一点 我们不能不提防 这样 你马上带着雪儿离开风铃 先去屋里布 那 那你呢 这个时候 我不能离开 回答我的问题 有没有人给赵参谋长家里打过电话 有 什么人 是 团座 你怎么还不走呢 院子的四周布满了眼睛 根本就出不去 你说的没错 董事长就是送了咱们来的 来 十八坦 师座 是我 我杨克斯 计划有变 提前行动 抓不到赵青山 已经提着自己的脑袋来见过 快 快 快 找我参谋等等 找他有事吗 第一个小姐 好 别急 不先 撞了 我找人 实际思习 温艺 我打架 我打架 我想知道 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我的女儿 放心 我会照顾好她 打架 小满 小满 爸 怎么了 爸 爸 你怎么把小雪送咱们家来了 你照顾和韩依去执行禁忌任务了 照顾好你妹妹 爸 放心 小雪在咱们家跟在她自己家是一样的 行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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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为这个 这许愿答案能说明什么问题 赵敬哲的父母是共产党 已经被抓了 处长的意思是 赵敬哲也有共打嫌疑 不是嫌疑 而是肯定 你好好用脑子想一想 赵敬哲的父母是昨天晚上被抓的 而他溜进值班室给家里打电话的时间 恰恰也是昨天晚上 我已经问过了 昨天是他妹妹的生日 你凭什么证明他说的都是实话 我怀疑他给家里打电话 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刘教官 共产党可是无孔不入啊 军校正是他们看中的地方 所以赵敬哲就是共产党 赵敬哲就是赵敬哲 是 陆军四二班班长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他是赵青山的儿子 把他给我抓了 是 杀 敬哲 赵敬哲 到 熟练 跟我们走一趟 带走 是 停 怎么样了 情况搞清楚了 赵敬哲 赵敬哲 是荣市长派来的 消息封锁到一年 只有欧阳团长一个人知道 这老蒋下手是早晚的事 可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老爷 去同志咱们还没有暴露孙子 千万不要庆祝 我尽快向组织上汇报 处长 赵敬哲 会不会牵扰到赵金哲啊 老蒋是宁可错杀一千 也绝不会放过一个 所以我们必须要为与仇 一会儿咱俩去趟军校 让赵敬哲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还有 赵敬哲被捕的事 千万不能告诉他 这小子太冲动 万一再折出什么乱子了 明白 喂 是我 好的 我知道了 赵敬哲也被抓了 不就是违反校规打了一次电话吗 用不着像死刑犯一样对待吧 不对 肯定不是一次简单的激励出发 一定还有其他的谋逆 到底是为什么的 顾雨 你是来找我的 还是来找护化施者的 我哥不在 他去军营了 别跟我嘻嘻笑脸 我找欧阳尊 欧阳尊 欧阳尊 我爸也不在 他昨天晚上就去军营了 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真不在啊 真不在 你怎么了 谁扔你了 装糊涂是不是 我师姑与什么样人 你们心里都清楚 我眼睛里可揉不得半点沙子 你们谁要是敢做了对不起朋友的事 小心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底 文总 容市长派人过来 让您立刻去见他 北车 去师傅 根本就没有回师傅 我住在封岭山庄了 杜湛来了 去吧 师座 欧阳尊 你胆子不小啊 敢在我的眼皮底下玩火 您说的意思我听不明白 你昨天晚上给谁打电话了 赵青山 电话的企图是什么 偷师问路 这么重要的行动 万一赵青山不在家 那失守的责任我担不起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名堂 你和赵青山那点哥们仪器迟早会害来 要不是他们双双被抓 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 我早就警告过你 在大师大妃面前 不要搞什么哥们一起 师座 我想问问 赵青山和韩梅 您打算怎么处置 就得处决 让他们脱军装滚单不成吗 夜长梦多尽快执行 可是这样太仓促了吧 毕竟赵青山跟随了您这么多年 被罚时期 他可离过战功啊 欧阳老爹 我这可都是为你着想啊 他们要是多活一天 对你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和压力 万一节外生枝 逃跑了 你有几个脑袋能赔得起 我无所谓 师座 执行命令吧 否则我会认为 你和赵青山是同党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也才是刚刚知道 那抓捕赵叔和梅音 那都是师部派下来的人 昨天晚上三家人还在一起 唱生日歌喝生日酒 眨眼的工作 就把人父母抓走了 看我 女人小雪会快乐吗 她还会幸福吗 郭云你能不能听我说 闭嘴我还没说完呢 你说 赵叔 你爸还有我爸 他们三个是一起 从枪林弹雨中 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好战友 三家人一直都像一家人一样 就算 就算你爸不能为朋友 两肋插刀 可也不至于拿把刀 直接往人心窝子里边扎吧 那我爸也是迫不得已啊 大满哥 如果你还拿我石谷雨当朋友 就把梅音科赵叔救出来 我知道 这对你一个特务排长来说 一点都不难 对不起我做不到 我问过师部的人了 这回抓不是全部统一行吗 我求求你了行吗 你千万别参悟进来 你不知道这趟水有多深 不行 组长 组织上有什么知识 练习不上 估计是暂时转入地下来 那我们怎么办 要想尽一些办法营救 明白 你干什么呀 走开 老爸 我找你有事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没看见我忙着呢吗 不行 必须现在说 必须回家说 老铁 开车 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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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忙你了 不用管我啊 铁叔号真的 你开你的车 走 组长 您这位千金小姐 天不怕地不怕的 您还是 这样 我把它弄走 你把车开回去 好 我不管他那么多事 你干什么 吃豹子胆敢抢我抢啊 石破天 我以前听别人说过 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我还不相信这事呢 但我今天信了 郭雨 我告诉你 你在家里撒破打管 无法无天 怎么着都行 可是军营里的事情 绝不惜陈伍 被抓的人 是赵叔和梅姨 那是你朋友 抓人的人 那是欧阳老 那好像也是你朋友吧 我知道 但赵家的事情 绝不能管 要不然会惹大麻烦的 你不应该叫石破天 你应该叫 石破胆 石破胆何事 你帮我转告医生欧阳老 说我石谷雨 跟他不共戴天 姐姐 欧阳兄 坐 怎么着 还有客人啊 是赵青山的 以前都是咱哥仨的一起喝酒 突然间少了一个 我听说 自己北平上海 武汉和广州 已经开始杀人了 我想他们夫妇俩 不会怎么不走运吧 我也听说 你们家怎么也不太平了 我那未来的儿媳妇 把我吃了的心都有吧 她就疯丫头一个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本来我是想跟你成为亲家 现在恐怕没戏了 在这种糟性的时候 我哪还有什么心思 探论儿女的婚家 那就和你说点更糟性的 准备两口棺材 这件事由你们军需处 负责办理 棺材 难道是真的要准备后事了 没想到她作为一个军人 没有死在战场上 却要死在朋友的枪口之下 欧阳兄 我希望你看在兄弟的情分上 想想办法救救她 我没有办法 我们都是军人 必须履行军人的制造 好 好 成文 下雨怎么不打伞啊 哥 小雪不见了 去哪儿了 不见了 我刚才去学校接她 学校老师说 她连次后一届课都没上 就不见了 她要是出点什么事 我们怎么向赵授和梅姨交代啊 你别着急 你问过古语了没有啊 拿着吃 小雪啊 以后你就住在古语姐姐家 可是小满姐姐说 让我住在她家呀 你跟小满姐姐好 你还是跟我好呀 古语姐姐和小满姐姐都很好啊 不行 你今天就必须得选一个 古语姐姐 我爸爸和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对呀 你吧 你호로想过的 stories 都不知道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啊 张总 你怎么回事啊 对呀 你怎么回事啊 没我的命令 你不许出来 听见没 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家不欢迎你们 顾雨 小雪在哪 她不一直住你们家吗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 去学校把小雪接走了 猪头满说了 不让我唱和赵家的事 没错吧 顾雨你能不能 别耍大小姐脾气了 孩子要是丢了 就真麻烦了 我不知道小雪在哪 我能进去看看吗 私闯民宅啊 顾雨 我求求你了 你告诉我们吧 万一要是小雪 出点什么事 我们都没有办法 向赵叔和梅姨交代啊 你们俩别在这装无辜了 我看着都恶心 欧阳老把赵叔和梅姨 抓走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怎么向金哲和小雪交代 慢走 我送 小雪 顾雨姐姐 我爸爸和我妈妈 他们到底在哪儿 什么 处决赵靖城 处长 他可是咱们军校的高材生啊 各个成绩都是名列前茅 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啊 所以他更该死 赵靖靖的父母彼此无疑 而我们却给他们培养了一个 成绩优异能征善战的儿子 这不是给党国的千秋大业 留下祸根吗 斩草不出根 祸患有此生啊 历史的教训比比皆是 明白了 公开主角还是秘密之行 这事儿 不宜大张旗鼓 以免留下麻烦 不意思 邹总 执法队已经集结完毕 等候命令 你先出去吧 是 师嫂 卑职斗胆冒犯 我希望您再给他们一次活命的机会 他们可都是跟着您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的人 欧阳尊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欧阳尊求 他们就算有错 也罪不至死 就算死 作为军人也应该死在战场上 可是他们现在 为人父为人母 他们有孩子 他们有孩子需要照顾师座 他们也让人家尝试 他们也让他们去的死 他们也让他们去的死 他们把他们的图斗 也让他们给他们来信任 他们把他们都损好 他们把他们的图斗 都损了 他们把他们的图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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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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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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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盗 教官 我想再买最后一个问题 小金哲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请教官明示 我到底做什么了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我不想这么糊里糊涂的死 准备醒醒 瞧准 有什么事? 我爱你 好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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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